2月11日晚,在央视春晚喜庆热闹的开场歌舞中,12岁的澳门女孩龙子兰一袭红裙,以歌声送上新春祝福。 这是龙子兰继演唱2020年央视春晚开场歌曲《春潮送》后,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。 就在此次除夕的重要表演之前,龙子兰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。 龙子兰是澳门陪正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,2018年因演唱《妻子之歌》被众人熟知。 她在今年1月底收到春晚邀请,便开始苦练歌曲。 《万事如意》中有一段速度较快的说唱歌词,给在澳门长大的龙子兰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 演出当天,龙子兰还在房间中反复练习。 我来北京的前两天就开始练这首歌。 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唱的部分,有一句我就会唱错,走街穿巷子拜个年。 就是我有时候唱成走街穿巷子拜个年,就加了个歌,可是练熟了以后就不会了。 龙子兰自2月初来到北京参加春晚彩排,外婆和妈妈全程陪伴。 龙子兰在春晚的演出服一袭红裙,以白色蕾丝蝴蝶结和珍珠串珠相点缀,清新自然,由外婆亲手缝制而成。 这个服装本来是一套特别素的,就是全红色的一套服装。 这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服装,因为呢,它里面呢,所有的头饰的这些钉装啊,都是外婆帮她用手工,就是这么缝上去的。 所以呢,她,这个是一个外婆的心意,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件特别漂亮的服装。 当天晚上,龙子兰作为澳门演员的代表,与众多明星一起登上春晚舞台。 从被选为妻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起,澳门女孩的标签使她获得了一份别样的人生体验。 我要把握好这个机会,因为我是代表澳门的。 我很喜欢后台的那种感觉,因为那里那些演员都很热闹。 我来到这里就觉得很开心,因为有很多北京的朋友。 我在这个彩排中可以感受到很开心,很放松,不会太累。 近年来,龙子兰多次往返于内地和澳门之间。 他曾参加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艺晚会,参与《奋斗吧!中华儿女》演出。 他说北京是他最喜欢的内地城市。 除了有很多老朋友,他最喜欢的是北京的冬天。 来的时候都会很冷,我喜欢冬天。 因为有时候可以看到下雪。 我来到北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南罗古巷,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 还有我就喜欢他们的那种老北京的风格。 每次去那里都会看到很多猫在就是那个屋顶上面走。 参加春晚的这两年,尽管除夕和初一赶不上与家人团聚, 但初二,龙子兰会奔赴广东顺德与内地亲人团聚,那是外公外婆的故乡。 南南其实每一年都会在广东顺德或者是广州过年, 因为他们好多亲戚都在广东, 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跟我们的亲戚在就是广东这边去扮演。 然后广东这边还是蛮热闹的, 在年三十的时候呢也会有走花街啊,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也会拜年就是去走访亲戚, 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热闹的气氛里面呢南南很高兴。 回忆起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, 远在澳门的龙子兰在妈妈的引导下也时刻关注着疫情, 并为武汉抗疫一线工作者和他们的子女写了两封鼓励信。 我在疫情中写了两封信, 一封是给武汉前线的人员, 第二封是写给他们的子女。 我非常感谢他们在这次疫情里面的付出, 也想鼓励他们。 我最喜欢的句子就是武汉加油, 中国加油,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。 感谢你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